天氣很熱 外木山沙灘出現了細水人潮 民眾下水清涼一下 不過海底卻出現了 一群透明水母大軍 看起來超夢幻 可別被他外表給騙了 不少民眾可是被他遮得哇哇大叫 有民眾在外木山溪水 在水底拍下了水母畫面 提醒民眾要特別注意 而海科館說 今年的夏天水母實在有增加現象 這跟氣候因素有關 最近其實在全台灣都有發現 這個水母有大量反生的狀況 有可能跟最近天氣開始逐漸變得炎熱 然後開始夏季有一些季風的關係所影響 我們在台灣的西南部還有中部 還有現在我們在外木山看到這個 北部的狀況 都有一些水母增生的情形都有發生出來 在這兩三個月 我們也陸續都有看到 例如說像海月水母 還有這次在外木山有看到 可能是節水母的水母大量反生的情形 這幾個月有特別比較明顯的趨勢 代表說可能這個溫度升高 還有季風影響 可能讓海裡面這個營養鹽有充分的交換 然後溫度升高之後 它的這個繁殖的速率會比較好 然後能夠來加速它的這個升值的周期 所以它可以大量反生 雖然不是每一種水母都具有毒性 但有些水母具有毒性的次細胞 一旦被遮 輕則發熱紅腫 重則可能丟掉性命 輕的話就是皮膚發炎 局部的皮膚 重的話會休克 甚至會造成致命的危險 那一般來講我們如果被水母遮到 那不要直接先拋在海水裡 盡量拋在海水裡 那或是用40到45度以下的 那個溫水可以去服它 那不要尿液 民眾被水母遮傷的意外頻傳 醫生已提醒 民眾萬一不小心被水母遮傷 也要特別注意 比較少耶 今年好像才比較多遇到 怎麼說 今年 對啊 之前好像都沒有遇到 但是如果說一開始的時候 如果我們被遮到了 那盡量用海水去浸泡它 或是用40到45度的那個溫水 去服它 然後不要用手去撥它 如果有鎳子 我們就用鎳子 一定要先把刺濕包先刷掉 如果沒有鎳子 那可以用刮鬍刀刮糕 然後塗上去之後 用紙板或是用信用卡 去把它刮掉 不要用手直接去弄 那對於這個表面的皮膚炎的照顧的話 我們原則上是用一些抗生素藥膏 或是抗祖旨在內藥膏 或是類固醇藥膏 我们都可以来减少它的发炎反应 那原理上如果说病人有 像刚才提到说有一些休克 或是一些比较严重的症状的时候 还是紧急送医 夏天到海边细水 要避免被水母遮到 也可以穿上全身的水母衣 以车安全 记者 王宋明 吉隆报道